Hello 大家好 我是Autodesk的Carol 今天我会介绍如何在Rivit的MEP模型里 转变做一些域制件的模型 首先我正在使用Rivit 2019 然后我需要有这些域制件 这域制件我本身是安装了CAT MEP和CAMDUT 你会看到我们Autodesk的域制件 其实有一个叫Rivit MEP 我们香港通常都用Metrics 我安装了相关的软件之后 我去到Rivit 第一次用的话 你其实就要第一次用 你会看到你的Systems 这个Tap 上面 下面有一个Fabrication 这里有一粒很小的箭嘴 你按一按下去 你只需要做一次 第一次的时候 你就指回相关的位置 其实如果你安装了的话 它自动会帮你去检查 那就可以订阅Rivit MEPA Metric Content V2.2 然后就把相关的服务 全部搬过去 按一按这个键 按一按OK就可以了 搞定了之后 其实它有两个方法 去做这些域制件的模型 第一个就是你拿这些件出来 然后你连接它 逐个像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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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你本身用Rivit MEP的模型的手法 比如我这里 在这里 有没有T呢 我想找T 它找这一只T 然后 我在这里 DrawDuct 按照这两条 其实呢 我就可以一次过 选择它们之后 然后你看到上面 这个绿色的 Contextual Menu 临时的Menu 按一按Design to Fabrication 然后选择相关的设定 然后呢 其实你会看到呢 它就会帮你自己转了做一些键 一些鱼仔键 刚才因为我没有用到这边 就会帮我转了做Elbow 那你看回3D 其实呢 它就变成这样的 其实之前呢 我先用Undo 就是这样的 那你看到呢 它做了 预制件之后呢 就细致了 整个模型 是 它现在是变了 它的Porterty是变了 就变成了这个 那你也要锁一下锁一下 这个Edit Parts 或者是Double Cut Element 它的元件呢 它里面有些设定可以改的 其实在还转之前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 里面呢 它是一个Rific的Element 是一个DUX 我先删除这个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 是想说这个部分 我放回2D View 如果想把它转成 一个预製件的模型 我先选择它 我不用重新画一次 这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真的 一个就是 之前本身已经拿到MEP Model 你自己再按按键 Decide to Fabrication 转过来 但是现在你看到 这个模型 它这个T位 我不是想用 这样的方法去T 现在我这样按这个 你看到这个是Britches Two-Way Default 你按下去下面 其实有几个给你选择的 有一个就是 这样的款 左右对称的T 有一个 Strager Branch 我其实想用中间这个 但问题呢 如果我按下它之后 我这样直接转 它就会有些 WARNING出来 不可以Connect 因为Size和方位都不同 但问题呢 我用了这个之后 我想自己再转 它 你看到它 其实我一转的话 整个System 就移动了 那就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那怎么才可以 很完美地转到 它是这样的T字呢 其实呢 我需要按一下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 Strager Branch 虽然不是我们要用的 但其实呢 我目标呢 是要有这一粒的Icon 这个Expand Modify Tools 因为有了这个 我才有其他功能 那我再按第二粒 你才看到它出来了 现在这个版本做得不太完善 现在这个版本做得 但没办法 现在当是一个workaround 那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呢 你按一按它 它就会有几粒键 走出来的 那我譬如按一下 这一粒 Toggle Connector 你记得它左右撥 然后这个 上下 去转的 那它转完之后呢 这两粒是什么来的呢 转90度呢 其实呢 我看3D View会清晰一点 你看到这个Icon都出来的 那我90度 90度的那粒 它其实就是这样垂直去转 那我们现在就不用理它了 那我先去2D 那问题呢 那这两边都 啊 完美的接合了 那这一边 我再 转到Pond Connector 那就可以了 这样呢 如果看3D View呢 就很完整啦 那整个完整的 这个T就出来了 那 那 这里做完之后呢 其实如果你 就可以给你将来 export去CAMDOT那里 再做 就是给工厂那边去加工的 好 我今天介绍到这里这么多 多谢大家 拜拜